大家好,歡迎繼續回到芒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1年1月16日星期六 下空時間,這次繼續有我許樓山 還有我們的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熊仔餅震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嘗試珍的好 馬來西亞的大馬Sir馬來勁 關王也好 紐西蘭的有機小波羅以德台仰 大家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最重要是訂閱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曝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 好了,今節回來了 我們做了好幾節 叫做尋找BNO祖家的故事 所謂的BNO5加1的移民計劃 原來講講講日本都不枉多樣 他們稱這個為自己的鄉下 當你很喜歡去日本的時候 有些人喜歡到要去移民 剛才麥克風都說了一件事 移民和去旅行是兩回事 是嗎? 那竟然這個一家四口又怎樣呢? 我們今節故事的主人翁 一家四口就說要移民日本 那個爸爸也挺有創意的 他們原來是不懂日文的 但是就說要在日本開公司 那些來做生意 來申請移民計劃那些 前前後後說要住十年 比起BNO祖家更加誇張 要十年 當然你不斷住 可能頭一年住完第二年又要續 再之後這樣搭下去 搭到十年就說這個叫永居權 聽到這一件事 我覺得挺過癮的 你完全不懂日文 竟然說要移民一個地方 因為你說BNO祖家 起碼香港人的英文程度 我想最基本的 BNO祖家也認識 都認識 不認識就查字典 騙假名片假名真的不認識 他們說要學 你去到才學這個就差很遠 就等於這樣 台語我都不懂得聽 有時候他們講台語 我都不太明白 很少很少量 數字那些我就認識 看多些電影 聽套劇 早上播那些 早上播那些 早上電視未開台播那些 五點多鐘 有些台都是台語的 台都有的 我們回來講這個家庭 挺好笑的 我見他為什麼會有這個衝動 說要去移民呢 他就試試考兒子 你懂得什麼日文 只懂得兩句 類似那些早晨 你好 你好 謝謝 沒有了 他兒子當他去旅行 他不單止去開公司 因為他要有辦公室 他就買了一層樓 60萬港幣 就買了一間屋 連上自己的辦公室 連上自己的辦公室 是 不過看到一些區 好像一些橫街宅行 還是怎樣的 他們叫做丁當屋 其實很小 比較舊式的 也有問他 為什麼要叫丁當屋 原來跟他的兒子有關 他說 為什麼有一個心想要移民去日本呢 因為他兒子都喜歡多拉A盟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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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以下排 他還沒有學會 他不在學 他兒子幾歲 他兒子還沒學會 五歲 女兒就是兩歲 因為兒子喜歡他 對 很好 而且他們兩夫婦都喜歡 除了他的兒子 五歲已經去了十二次日本了 很有認識 你記住來旅行和移民都是兩馬子的事 這個爸爸突然想起要去日本 除了他的兒子喜歡多拉A夢之外 這很明顯是黃的夫婦 覺得香港的自由越來越少 大家好像很約束自己 言論也會慢慢受到很多影響 會不會跟你說的有關 相信香港叫自由越來越少 什麼約束自己 沒有話好說 明顯是黃友才會有這樣的心態 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會有一種 在香港有什麼約束? 約束是不是一個系列? 哈哈哈哈 日本那些是嗎? 是不是系列來的? 那些什麼約束? 最近少了 日本還約束得厲害 可以做到一個系列出來 不過這樣說 其實社會壓抑其實香港也是很大壓抑 這個要承認 但是他走去日本的話 他就搞錯了 因為日本的社會壓抑比香港更大 所以為什麼剛才社長說起那些系列呢? 就是這麼多人要買麻繩綁著自己 他們是很需要的 許智芳可能也有這種什麼 他就是手扣 那我們也不是說說某些叫做電影 真的有一套電影是岩井俊儀的 叫做愛的束縛 也有說類似關於這一方面的問題 當然不是三級片 要說清楚 有機會大家也可以看看 那也繼續說什麼自由空氣還是怎樣 他們原來很普遍都是有一種心態 我們要去一個可以呼吸到自由空氣的地方 首先不要避塞 你這個人 首先不要避塞才可以 呼吸到自由空氣 不要像我這樣有鼻敏感 是的 首先不要有鼻敏感 去到哪裡都有 其實香港算不錯的 我有很多朋友在外國有鼻敏感 回到香港就好了 一回到香港長寿就好了 沒有什麼花粉 在空氣中 它沒有什麼草的花粉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些草的花粉是 對人的鼻敏感 負面影響很大 這個情況也是 因為我每次回香港 很少出現這個問題 反而我在新西蘭就多一些 香港可能沒有什麼花草 可能因為這樣 那我繼續再說 這些黃人 我們講了這麼多個個案 這麼多個故事出來 他們普遍都是有這種心態的 那個字數是什麼呢? 自由空氣 香港越來越壓抑 壓迫自己 約束自己 言論自由 又說什麼打眼 又說什麼打眼 沒錯 為了小哥 為了小哥 我們等一下再說下去了 他說自己在日本 首先就開了一家公司 就說要用500萬日元去開這家公司 又洗一筆了 他說自己是做室內設計的 但是接著又說自己是裝修界 究竟他是做裝修 香港有沒有裝修別人那些? 應該沒有的 應該不是這些 就是一家大小 那繼續說這個家庭怎樣 幾個創意的地方就是 你一句日文 你懂那兩句日文 其他原來是不懂的 就是完全是溝通不了那一隻 你竟然跟我說 在日本 我不管你開室內設計也好 還是裝修也好 就是真裝修 就是那些水泥鋪地板 鋪牆子 你完全不懂的話 我想你只打電話叫貨 都叫不到回來 是啊 大概500萬元其實都不少錢 37萬多港幣 37、38萬 我剛剛計算過 而且他買的那間房子 就是100萬 300萬港幣 那他也相當豪氣 他說 他也有錢 他說自己就著重年輕 不用怕那麼多 應該我們年輕輸得起 你帶兩個小孩一起去輸 是不是 輸了兩個小孩 吃壽司 他們是很開心的 過去吃壽司 拉麵 等等 那也要再說一下 我不明白你怎麼可以接到生意 你怎麼做呢 等於這樣 台灣也是 這裡我們平時 香港就叫拖板 就是插電製的 拖板 這裡就叫延長線 我第一次去買的時候 我都覺得 咦 那這裡叫什麼呢 然後我要畫給他看 插電製的 插電製的 真是 他畫給他看 哦 然後這個 拖板 這個叫延長線 這些就完全是不同 有很多很細眉細眼的 都是不同的 那我們說回日本 先 你不要說你要說 你日本叫這件事 裝修還是什麼 我真的不明白你怎麼找生意回來 移民公司也都在這個專輯裡 分享一下你怎樣 如果這些公司真的沒有生意 甚至乎你沒有在這裏住的話 你到你要再續 你的簽證的時候就會問你 咦 你好像真的沒有實際在這裏 而且也說你看看你的生意究竟是怎樣 當然他說如果有些人 你是住了在日本的 但是你的公司是虧錢 可能你找不到生意 還是怎樣 都沒有生意 那其實都可以的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繼續怎樣生存 你怎樣可以找到生意 我都是寫個福字給你了 你的公司 那也都說一下 他們用這樣的方法 去到 回鄉下住 原來小朋友 都仍然有這個叫 九年免費教育的 例如醫療保健那方面 其實都OK 都可以避得回他們 他們聽到這裏 應該都很開心 是不是 接著訪問這個 本來那個黃色的太太 也都說自己本來做了民職 她跟著一起這樣移民過去的話 也都要用另一種身份 但是那種身份過去的時候 就不能夠做工的 那她都說 我心想你一句都不懂 你做什麼呢?做默劇 是啊 她很好笑 她說 不介意做全職媽媽 你有工作權 可能就是做到全職媽媽 就是你這麼容易找到工作 你又不懂知識 對 或者你在那些樂園裡 扮多拉A夢 就是套著多拉A夢 頭套那些 對 這樣就可以直接 令自己的兒子很開心 其實 哇 挺有同心 是啊 她媽媽也夠小了 繼續扮給你看 我真的不知道 或者好像那些說 做雞蛋仔 開個快餐車 雞蛋仔 可以自力更生 這麼容易 哪個這麼容易 香港不行 香港不可以做無牌熟食小販 那就繼續講一下 這位 預了要做全職媽媽的媽媽 怎麼講呢 可以講到培訓小孩子那裡 她是一個非常非常獨特的見解 我亦都叫做大開眼界的 我們先講一下那個爸爸 那個爸爸 看來都年輕的 她說 又說不需要那些兒子 到時要逼他們讀書 還是怎樣的 又說香港那些教育 好像壓力都很大 她說你去到日本 可能做一些小手藝 做運動員 或者可能做一些皮革師傅 都可以成為達人的 其實香港都是一樣的 很天生 我是很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這樣想 其實最恐怖的 還有兩個小孩 這兩個小孩 我都替你們的 將來是坎坷 最搞笑的 做運動員 很難的 全世界什麼發達國家 做運動員都很難的 哥哥仔 是啊 不會有國家給錢的 你說語言不通 剛才講到 就算你去到內地 其實我自己有一次去上海就是這樣 那廁所呢 有些 就是 入錢開門那些 那時候講到十幾年前 那 入錢之後呢 那個門不懂得開 哦 就是 就是 那跟著旁邊有一個人跟我說 就是我又站在那裡 凍了在那裡 然後他就說 簽一下 石一下 石一下 那門口就開了 神經病 然後 怎麼簽啊 他說 簽一下 那個 按鈕啊 然後 按鈕 按一下 老闆 你有沒有說上海話 上海話 你怎麼知道呢 是不是 我不懂的嘛 你想你不要真的認識 哈哈 你去日本更麻煩 我能夠想像到去日本一定更麻煩 那些和式廁所 喂 哪邊是前哪邊是後 完全不知道的 他有個蓋 就是跟內地那些不同 內地那些就是一個方向 就是你哪個方向都可以的啦 但是他有個 罩仔的 日本那些就 那些某次 那是哪邊是前哪邊是後 我問過人哦 沒有人給到一個 確次的答覆我 有人說 有罩仔的是前邊 有些人就說 這個人要閉著門那邊 是啊 有個人就說 哪一邊你覺得 會準一點的 你就向哪邊 哈哈 你還願意自由發揮 我試過一次 日本也有個趣事挺過癮的 就好像在雙根那些山區 有些茶寮附近的 有個類似公廁 其實都ok的 靜靜的 有些寮兜 有個正想去書解一下的時候 在寮兜前面 另外有個日本人也走到這裡 啊 跟我差不多時間 要準備了 他開始 救火之前 他就去弄一下自己的相機的鏡頭 誰知道 相機的那個蓋 相機的那個蓋 他不小心 啪一聲 彈到我那邊的尿兜 那你幫我洗 我那時候已經在救火了 然後他那個蓋 就在我的救火的範圍裡 在那邊翻騰 然後他就看著我 我看著他 然後我停止了 我停不了 我得不到 等我搞定 先 我要拿回那個蓋 然後我再看 就是我完了之後 我看一看他 他就看一看我 然後他很無奈 他唯有自己 撿回那個蓋 那不會怎樣 難道我在那裡你撿嗎 你那些彈到我那裡 不關我的事 是不是 他這個爸爸就說到 學門手藝 那樣那樣 又說什麼都好 學門手藝就行了 到時候什麼都好 切魚生也好 什麼都好 跟著媽媽還過癮 他說我都明白的 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但是你如果沒有好的心底的話 那你又怎樣呢 要講求什麼 開竅啦 掃養啦 其實這不是正常人應該都有的嗎 正常人都有啦 掃養這個很重要 所以你有知識都沒有用的 即是你那些人是不好 還是什麼 或者那個品格不好 你有多少知識都沒有用 其實放諸四海皆盡 這件事不一定是日本的 好像就沒有開竅的人 我不單是沒有開竅 這兩個字老筍都沒有生 所以我覺得日本文化方面 從小教他們 就要照顧自己的 不一定是日本的 喂 可能我們在座這麼多個 不同的地方 從小都是教我們 要自己照顧自己的 是嗎 是啊 這些個人問題 這不關日本的事 這些家教問題而已 不過香港有個不好的 其實太多外籍用工的 其實我不是說請外籍的人不好 不過有很多請外籍的人 就教到那些小孩子 就很依賴別人的生活 很慢就變得了 還有是很蔑視那些外籍用工的 就不當他們是人的 那當然有些人說 你們感受不了了 他們做的事情 有些事情很屈促的 譬如他們的垃圾到處砍 那些 就很坦白說 你不可以因為有幾個人做這些行為 你就覺得他們全部都是這樣 是 要說清楚的 他們說到 就好像全部的外籍 一放假就會在街上聚集 這個不是的 因為他們其實本身 可能他們有自己的宿舍 他們有些地方給他們聯誼 以我印象所中 就是我認識有一部分都會這樣 或者有幾個約去長洲 去長洲可能病了半天 或者可能在那裡 甚至乎夾少少錢出來 就租個度假屋 開P 玩一個下午都有的 我看他有些都會這樣 就不要一觸摸就帶了船人 可能你只看到有幾個是這樣 不是可能有幾個 你看到他們在什麼天橋也好 不同的地方也好 你不要代表全部都是先 或者全部都是這樣在那裡 在那裡擦腳在那裡吃 還是怎樣 記緊的事情 他工作的時間 他做得很乾淨的事情出來 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 不要干涉別人自己的私生活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也都剛才說一下社長那些 什麼小朋友什麼都不做 因為他們會覺得 你要用 他覺得那個小朋友 要幫忙用盡工人才行 有些人會當作你 其他人都是工人的 我見過那個小朋友是怎樣 他打了個黑痴 打了兩個鼻子 打了兩行鼻子 看出來他把頭放在那裡 他叫我幫他抹 有些是這樣的 或者穿了一雙鞋 給我 然後叫我幫他綁鞋帶 這樣 是啊 所以就是 有時候我覺得 就是香港人就是這個問題 是 這個你說是不是外容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外容的問題 不過你說 你說為什麼有些人覺得在香港 學不到自己照顧自己 我想到唯一一樣東西就是 有外容 就是用姐姐 就是用姐姐 有這種情況就是真的 你說是不是很普遍 我不認識 怎麼認識這麼多東西 你們認識多些 是不是 我們又不是在那裡住 是不是 怎麼認識 這樣 是不是 感受不了你們的痛苦 是不是 有些人是這樣說 其實 就是你將心比心 其實香港人去到外邊 大把人都說香港人不守規矩 那些鹹魚浪在自己的露台上曬 那些蠟肉浪在露台上曬 都被人罵的 是不是 是 那就是其實 你這樣罵人 是不是 就是你是不是用這樣一種叫做 generalization 就是你一講一個例子 就說全部都是這樣 這樣合不合數 我自己覺得不合數 是啊 那接著又拍下這個家庭 在那個機場怎樣 他說兒子 哇 相當興奮 推著行李箱 到處走走走走走走走 他可能都不太明白 是 現在是 叫做移民也好 還是什麼 還是過去讀書也好 這個兒子呢 完全是不懂 那個叫做 兒子說真的 是 唉 就是完全不明白 可能講講講就明白 真的 大約花那個時間 到他明白那段時間 他會很痛苦 很漫長 那時候呢 我聽那個叫做城寨那個 就是劉大良那個大主夫人呢 她說她當初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她的英文都是很差 完全不行那種來的 但是她的家人呢 就是去了一個近乎 她完全是沒有華人的地方 那她那時候是慘到怎樣呢 她說她有一段時間呢 放學 她是很開心的 一聽到放學就 因為不需要再有人跟她講英文 或者她要講英文 她要去什麼地方呢 她就跟著 但是她還沒到時候回家呢 她會怎麼樣呢 她就去了圖書館避 避到時候 那當然啦 到了今時今日來講 她的英文當然沒問題 還很好 但是這一段掙扎的時間 還有要她適應的時間呢 我想都是對於小朋友來說 一個考驗 英文其實已經相對容易了 就是很坦白說 因為香港始終都是 英文是用得著的地方來的 是啊 就是一直都是 過去 我也不敢說了 應該一百年英文都是用得著的地方 在香港 但是 你日文的話 其實不是那麼多人認識 是啊 雖然很多香港人都說 不知道要讀日文 又要考了多少級 這個就是什麼N幾 我都聽到一些朋友 不斷很努力去學 不要緊要學一個語言 也都沒有說 也有益的 其實有益的 那你有時間才行 不過就是要 譬如我太太 她日文韓文都懂的 那她是要花時間去學的 就是她是要 她是要 譬如有一段時間工作 她變成 就是本來是做全職工作 變成兼職工作 這樣她花時間去學的 她是沒有可能兼顧得到的 如果就是你一個全職的人 再學一種語言 你學也都學不到 因為根本沒有時間的 沒錯 好 那就繼續說 最後她們說出發之前 又說很興奮 又說你掛不掛著香港的美食 然後又說不掛 又說吃日本的叉燒 日本的燒賣 每個爸都很囂張 聽她的口問 不掛了 不會掛著香港的美食 還是怎樣 日本更多美食 當然 每個地方有不同 每個口味都不同 也不一樣 你也不知道她多有錢 其實就是 有些問題就是 就是我自己也要講一講 少少 如果她家很有錢 譬如她買了 剛剛計算那條數 花了一百萬之後 她還有兩三千萬可以撕的話 那她是真的可以從來過的 沒有所謂的 當然 但是有幾多人是真的可以這樣呢 我就不知道了 或者覺得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通常在香港你有兩三千萬的人 都不會走 有哪個地方比香港 你看余陽明就知道 生於亂世 走了 如果這樣的話 這麼亂 是不是 她製造亂世 其實那些人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她 她製造亂世 其實香港不是那麼差 就是那些人說到沒有希望 那些 現在開始有些男友都開始說 香港沒有希望 一定要處理了那些外國國籍的人 如果不處理了外國國籍的人 香港就沒有希望了 但是其實香港 一向都是有希望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你不要說有沒有國籍 那些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是啊 等於你問我 我時都說那個 很富有錢的朋友 就是灣仔有一兩座大廈 那些這樣的 那她家裡收租 一個月都差不多 一段百萬計的 收租那方面 給那些零容錢都三四十萬 那爸爸說她 哎好悶啊 下去喝杯 她說福林門 不是福林門那個叫什麼 陸宇 什麼樓 大樓 他喜歡去那個叫什麼 大樓是福林門 福林門 對 福林門 福林門 他們叫這家叫福記 我有一次聽到他 嘩 又去福記 吃到厭了 吃到嘴 吃到厭了 我聽到他講的 我都嘴了 然後還有 因為他姐姐說 去香港club吃吧 好嗎 然後她說 也好 然後另一個姐姐說 你看看你今天穿什麼 那些東西 當然 嘩到不嘩 那些 拖鞋 那些 難生難世 但你不要看他難生難世 我家裡有很多錢 就是益益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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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爸爸說 要去喝杯奶茶 那下去很悶 叫司機來 請我喝杯奶茶 去喝杯奶茶的意思 不是那些什麼 彈倒 那些 他原來要去酒店喝杯奶茶 喝杯奶茶差不多 200元下樓那些 那些 悶到這樣的 那他的生活會不會亂世呢 那我就是亂世 又很悶 不過這樣說 有些人就在我們有些節目那裡攻擊我們 說你們都不知道基層有多苦的 一致 對不起 我們知道基層有多苦才會去做這個捐福犯 或者鼓勵大家去做這些工作 大家知道的 社會 有些人說我們很離地不懂 對不起 香港的社會其實是貧富懸殊 還有有一大堆中產的 而每一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 如果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會說 我們認識一些人 好像剛才去樓山那樣說 這麼有錢的 其實很多時候那個問題 並不是在那些最窮的人身上 沒錯 是有人騙福來的 沒錯 是有人騙福來的 但是 事實上是不是真的 你所謂的中產去養這些最窮的人呢 實際上又不是的 因為香港 文味經都說不行 不可以養的 是的 文味經的 他這樣說 實際上 實際上香港這個社會 那些錢有很多 我也要認真說 其實有錢人都是扔很多錢出來的 就是要交稅 那些很多有錢人都是 但是我們針對的 很多時候說 有些有錢人不公道做事 就是有些有錢人他們做 對那個社會的貢獻是很少的 對給他們在社會拿的好處 還有有些有錢人都是繼續在那裂 現在香港那種不安的情緒 沒有辦法 那些 就是控制了一些媒體 然後再去做一些我認為是很屈促的事 我們先說到這裏 這裏都超大小 有機會再說一下有錢朋友的生活是怎樣的 是的 因為有些有錢人是很誇張的 他會覺得你每件事都省著省著很少家 但是你會解釋 到那種情況 我們就要解釋給他 其實你那種生活 和我這種生活是兩個世界的人 可以再說一遍 我真的沒見過 我們平時吃那些什麼黑松露 那些什麼飯 意大利飯 人家最後可能會被騙 即使在你們批幾片 你會覺得很香啊 拍照照打了卡 那些 就成舊了 然後我去過這個朋友的家 他是怎樣吃的 他那時候看見我這樣 是這樣的 他覺得我們幾片已經這麼開心 然後他就像零食一樣吃的 是怎樣吃的 他是整舊一樣吃 整舊在嘴裡 當食包一樣吃 就是當食包菊一樣吃 他拿那些叫做 領領領 領完的鹽出來的那些 是 那些好像磨 這個我家裡也有 是 就是拿來磨磨磨磨磨 然後那些鹽 就拿那塊黑松露 去圓粒 一塊 在那裡點那些鹽 就是吸一口 吸一口 吸一口 他這樣吃的 咦 你批幾塊皮給你 你就這麼開心 他不太明白 應該會這麼開心 成舊吃的嘛 這樣才過癮的嘛 真的厲害 有機會再說一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